微落刺血 一滴水掀起惊涛骇浪 有精准的放大效应 在小方寸 建大乾坤 最微细的血管 主要分布在四肢末端和耳朵 七小部位 人体的循环系统 对血落影响较大 正常情况下 人体的微循环只开启了20% 多 没有全部启动 只要一点即可 不看出血量 微落是远端 微细的末梢 非常表浅和细致 通过印象理论来找 不同的点 刺激效果就会不同 通过印象理论来找 取血简单 思路一气合成 一定要找到反应的点 藏病之血 十分灵活 微落刺血 首先是部位与部位的对应 点对点 有时可不按照同侧取血 找微落的方法 用大拇指压住 从近心端 向远心端 捋一下 松开的过程中 皮里肉外有小血管 形态为一个小红点 一小段 一小团 要找更末端的微落 反方向 从远心端 向近心端捋 松手的过程中 可以找到墨烧的微细血管 可以用放血来治疗出血的问题 五斗 微刺 五个指头的末节中点 斗的中心 男左女右 闻出血量不多 可以微刺 北斗 七星的北极星是不变的 大拇指可以充当 按照四节的顺息 大拇指 无名指 中指 食指 小指 八关大刺 可以改变欲血体质 但是比较痛 先取向 后定位 最后找紫色的微细血管